进队时间,凯尔特伦的整体状态,都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线,球队进时场比赛,取得了七胜三负的绝交战役,球队继续保持在端步前次的位置,在全民修回来之后,凯尔特伦有望向更高的名次发起冲击,凯尔特伦表现提升,这和正招一位关键球员的状态复苏是分不开的,球队上赛季重金领域的强人海洛德, 中央被称为进入最强白人球员的凯尔特伦球区,上赛季揭露仗,光与严重生病,赛季报销,在休息了整整一年之后,海洛德在这个赛季毁不用赛场,但是,全班程的表现只能算差强原意,距离曾经的全民修水平还是有不小的距离,但是,海洛德这期的表现已经渐入交界,在进进的舞场比赛里, 海洛德产军得到17分5.2篮板4.8助攻,投完命中率高达61.2%,三分命中率达到了50%,在战胜76人的比赛里,海洛德更是投证了劣迹三分球得到26分,在经历了大半个四季的调整之后,到了全民新州之前,海洛德逐渐收获了信心, 他的比赛感觉也渐渐地回来了,在交易截止日之前,对城76人和熊路,分别有了不同程度的补强, 门龙也在马战后的自由球员市场上,得到了林书豪,在端部列强中,只有台尔特人共军不动,台尔特人之所以能如此沉得住气, 主要就是因为球队目前人手冲突,而且像海洛德这样关键的球员状态,还在不断回升,球队没必要领略更多的球员,只要收获好目前的人人关系, 台尔特人的整体实力,依然在登陆证据重要的位置,海洛德的状态,一个月比一个月出色,虽然总体来看还是有所喜福,可是还呈现上升的趋势, 本赛季已经有别场高下的二十加,三十加表现,必须让人看到了绝世时期全民兴水平的海洛德眼睛, 随着赛季的不断升日,特别是到了更想将球兴能力的季后赛,相信海洛德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,像海洛德这种级别的全民兴球员, 现在还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,即便曾经遭遇过严重的商品, 凭借目前高超的医疗手段,恢复健康已经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,相比身体上造成的影响, 球人心理受到的创伤,反而会更大,释出之后的前半错计, 海洛德的场上表现,明显看出有伤性的迹象,很多曾经可以轻松完成的抵抗, 现在心理会不复然地出现抗拒,这就是重伤之后的心理恐惧症, 只有通过更多比赛的考验,球员才能逐渐摆脱内心管制带来的影响, 说实话,海洛德发挥的生病,对于一个篮球运动员来说,还不算正面, 相比膝盖或者背部等,经常需要承受下到对抗能力的位置, 甲槐带来的影响,还是比较小的,距离海洛德受伤,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, 甲槐的问题,基本得到完全恢复了,从最近的比赛可以看出, 随着个人表现的不断回升,球队胜利的不断大门, 球员的自信心,也达到了新的高度, 一个健康的海洛德为凯尔特人的帮助,还是相当最大的, 为了海洛德的进攻组织,凯尔特人的整体竞争力,完全可以再提升一个半次, 海洛德的表现,不止攻击到凯尔特人的这个素体, 还攻击到凯尔特人未来的操作, 众所周知,凯尔特人的目标,肯定是获得总冠军, 以目前的阵容配置,想要冲出东队分业面临重重考验, 如果球队能够专取到能为这样联盟前里超级巨星的加盟, 那如一会为球队争得总冠军中间更多的砝码, 而海洛德作为球队的顶星球员, 他在队内的表现,将其当至关重要的作用, 如果海洛德能够恢复曾经的全明星身手, 那么,单级可以放心胃胆的把塔图母和杰龙, 不让板大交易市场上, 两大炭花都已经展示出成为球星的权制, 尤其是塔图母, 这就是历程的未来巨星来生的, 皮湖之所以能有和胡云完成关于门门的交易, 就是被塔图母所诱惑, 塔图母绝对是娱乐机实行的球员, 他可以成为绿枝球队的招牌球星, 让球队而让他建队, 当然, 这一线的基础, 还是取决于海洛德究竟归复到什么样的程度, 海洛德现在已经具备了组件超级强队的资本, 他们有足够的程码, 可以在今年夏天的自由球员市场上, 招牢一半两位超级球星, 再加上原本的海洛德、温宏, 球队可以很轻松地就组成球员新阵容, 但是, 如果海洛德不能在今年的季后赛中证明自己的价值, 那么, 当局在处理塔图母的问题上, 就会面临进退较难的情况, 这毕竟是一位基石型的年轻人, 是球队未来很长时间的保障, 只要遇到足够越过滤的交易, 比如能够安邦运带游戏, 这才可能打动台尔特人, 否则, 几乎不可能说服台尔特人放弃自己的未来基产, 对于海洛德, 还是应该给予充足的内心和信任, 从海洛德组织前奋的打法来看, 他是一个靠节奏和头脑大球的球员, 只要保持健康, 还是非常可能较负到其明星的水平, 海洛德人想要成就大力, 海洛德的作用不可或缺, 希望海洛德能够一步一个脚印, 脚踏实地地往前进发, 最后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。